回顾一下今天有关掌停板以及阶梯板的情况 然后再简单说一说其他的内容 首先呢,直接翻看我们的阶梯板 个人稍稍排一下 当然我只是个人建议你喜欢就排 不喜欢就不排,是吧? 然后呢,指针科技在大家认为不太可能上板的情况下 顶上了六板 而上了这个板以后 明天会不会再来一个板 都不可一致交给市场 只能讲对于这市场里面的空间的顶头的票 他呢,一只板顶上来开 然后今天呢,重新回封 重新回封 起码来讲,对有关这个打板的人心态里面的一个稍稍的安慰 起码呢,它是封单的 明天有没有溢价?看明天 然后接下来以后呢,二进三的这四个 今天讲了 这些票呢,本身也牵涉到现在一个供销社的一个概念 能否持续看后面的情况 因为今天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 那等一下再说 接下来呢,这个二板的 一进二的就总共有这么的十二个票 十二个票 整体来讲,今天的十七个票还是比较可以的 大盘要充上来 三千点 三千点 然后有关的成交量 你自己对比一下 这边四十五 这边五十九 一万一 所以我前面讲过 无量 不跟 你行情要上来的话 必须要有量的 跟随 前面呢 维持在那么一点点的成交量 没有多大的变化下 今天 过了一万亿 过了一万亿 回到了 以前的稍稍所谓的 有点高的位置 这个是认同的 认同的 首板呢 今天长平板也比较多 而且创业板也比较多 然后这里面呢 另外一个南天 天地 以及九旗 特别是九旗 今天要重新上 我们翻看一下它的K线图 K线图 稍稍看一下 这一个上来以后 三个板 这颗板下来 到地方重新回去 到这地方呢 形成了两阳夹一阴的 都方炮 然后明天 它能不能冲过前高 就看我们个人的操作模式 是否愿意去做这种 龙回头之类的这种 找法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下来一个天地 再现 从这边下来 这两个 顶着这里面 前天 这一个板上来以后 昨天呢 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今天 集结一次板 所以呢 如果拿昨天跟今天来比 昨天这种走势 你能预估到今天是一次板吗 这个是天地在现 再有九旗远见 九旗远见 我在前面溜了 是吧 前面溜以后 今天呢 下沙以后呢 重新要反拉上去 我们看它的分时线 究竟是什么时候拉的 那它这里面呢 一截过来 都是绿盘绿盘绿盘 到这个位置 大概两点钟的时候 突然一间 突然一间就拉了 大概是五六个点 航空过去上来 稍稍这盘整以后 再拉一次 尾盘 尾盘要封住 有些朋友又讲了 群里面有些群友也说了 然后封单了 上不去的快点 搞它的可转载 确确实实是这样 它涨停板 要可转载 还有几个点的空间 快进快出的话 这一波可转载的收益 也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不错 同时它那个 溢价率慢慢慢慢开始 就缩小了 这个是九旗远见的 另外呢 在前排的掉下来的 这个同心达 亚翔 以及神级制药 神级今天早上 是比较强的 这三个票 三个票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南威远见 我们讲这一个吧 南威远见呢 昨天 昨天跟大家讲了 因为它是 顶一字版的 顶一字版 也就是说你 像隔一单的话 今天呢 今天 竞价的时候 九点 九点十五到九点二十 中间的位置 有一旦发现 它开盘 不及预期 也就是没有顶一字版 或者说没有冲锋版 马上又要撤单 全女的朋友 截图出来了 是吧 正是因为看到这个 高开没有红板 马上就撤单 所以避开了 这么一点点 的情况 被套情况 但是明天 它会不会往上涨 我们不讲明天的 只能讲今天的操作 有没有出现 错误的地方 就可以了 明天是对着错 交给明天 是吧 这一个 至于大港啊 金郎啊 这些孙商达 这些呢 整理来讲 韩式前期的热点票 有点票 然后呢 有关手版的 我们翻看一下 手版稍稍翻看一下 手版的65个 300呢 总共有五个票在上面 整体来讲 表现还是不错 所以呢 跟今天的 讲幅量 有一定的同步 有一定同步 不像昨天 是吧 所以这个事要 注意一下 那么刚才讲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情况 那就是一个 功效是后面的 今天 出来的一个 就是原来的 原宇宙 我们翻看一下板块指数 原宇宙 这一个 再点它的掌定数 看看这个25的 对了 对上来了 对上来了 原宇宙 虚拟现实 这两个 25 25个掌定法 这一个票 这一个概念 虚拟现实 然后下面 原宇宙 16个 那么这两个情况 叠加的比较多 在这里面呢 为什么专门 聊这个 我们讲了这个 题材的 持续性 供销社呢 要后面呢 要跟得上来 有其他媒体助推 他可能 持续就长一点 否则 就很容易 冲高回落 而这个 虚拟现实 原宇宙的 受今天 外国的 脸书的 这个CEO的 一则消息 引发了有关 原宇宙 以及虚拟现实 这有关 概念板块 上筹 是什么 就是那个 伯伯伯 他大幅的 增持了 有关 原宇宙的 股票 引起股东的 非常的不骂 其他股东 这个时候 这条消息 反馈到我们 互联网上面以后 大家看到 就有一种 跟风 认同 人家 那个 伯伯伯 是吧 都搞 这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不搞 所以 今天的 原宇宙跟虚拟现实 一下子就 光了上来 几十个票 25个票 不是开玩笑 一个概念板块 里面有几十个 掌定板 已经非常 非常的热闹了 所以这个 这个 原宇宙跟虚拟现实的 合起来 这些票 得加多少个 我不讲了 起码直接讲25个 明天 持续性 如何 大家呢 可以在今天晚上翻看一下相应的新闻 同时看明天这些票的表现 因为除了这个宝明 穿大事前面的这二板三板 其他的今天全部属于手板 手板的接力如何 要看后阶段的相关对应新闻的 有没有助推 所以这一个概念 在前段时间爆炒了原宇宙的情况下 今天再来一波 究竟在这个内容跟这个供销设概念里面 大家之间有没有翘翘板的情况 留给明天的盘面 今天所聊的这些都是马奥炮 回顾我们今天的操作 检查今天的操作是否有违背我们纪律的情况 模式内的坐票信号如何 仓位是否安排的好 是我们韭菜打板 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 也相当于每天的作业